一心持咒 转经依旧 降色森营 穿梭在藏式风格的四月月佛塔 稍不留意 就以为我们来到了西藏 这里比西藏还西藏 但实际上这里却是布丹 布丹这个名字 原来是西藏的边陲的意思 因为佛教 让喜马拉雅山的南北两端 紧紧系连着西藏与布丹 说到布丹佛教的信仰 可以追溯到西元七世纪莲花生大事 当年应藏王赤松德赞 与吉护大师的邀请 约于七百五十年 由印度启程前往西藏洪法 直到第八世纪 佛教才正式在布丹传扬 当时布丹东部的本堂国王 丹请莲花生大事来此降服在地恶魔 寻化恶魔后使得恶魔皈依佛教 发心守护佛教 开启了莲花生大事首度来到布丹的姻缘 我们这次来呢 当然我们是所谓的这个圣者 这些成就者 就是我们所崇拜跟学习 也是一个见证的一个地方 所谓圣地我们就是 他见证了佛法 我们学习去认知他们的 学习跟成功的一个样板 一个学习的模范 不单不简单 用最简单的心 将信仰价值成为生活的常态 虽然生活上一切从简 心灵却是快乐富足 当全世界都在处心积虑地 追求国民生产毛额时 他却坚持走自己的路 只想创造自己的国民幸福毛额 快乐指数 不单就是这么一个 把经济摆两行 文化摆中间的国家 除了佛法以外 要去追求的一些东西 所以应该不烦恼就是快乐 至少我觉得在那里 你不想有太多欲求 所以你也不会觉得缺少什么 民伴随时随地把自己心看好 所以我们在朝圣过程当中 让自己心不要被逃走 在负担那个地方 它是 就是它的整个的磁场 整个氛围 它就是一个修行的地方 让你的心真的没有束缚 没有任何的束缚 是那么清安 那么样的自然 清安 如意 所谓的修行就是 没有任何的资讯去干得我 来到布丹 这个保留完整藏传佛教文化 且充满逆称色彩的国度 我们该怎么去休息呢 现在的布丹 正处于幸福指数 与现代化转型 相互拉锯拔河的阶段 而不丹人 又是怎么看待这样的改变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